將來這個網址 這個下面那個網址 然後雲端白板有沒有 這裡面我就會把畫面就放上去 比如說函數練習 01函數練習 那點擊進來之後會有一個函數 文字與函數 這個資料函數 剛剛完成的畫面我就把它丟上去 所以你如果忘記的話可以稍微看一下 這邊會有答案出來 反正我就把它丟上去 如果你有智慧型裝置智慧型手機的話 可以啦 不一定說一定要在電腦 你會這樣兩邊可以參照 速度會比較快一些些 也可以用瀏覽器 反正主要是這個結果 我後面也會陸陸續把它丟上去 其實要怎麼丟上去 其實非常簡單 你就是在 這邊是雲端硬碟 你就直接把畫面照下來之後 這樣丟上去就可以了 丟上去就傳上去了 所以你會發現雲端硬碟還蠻好用的 OK 所以大概是這樣子 先跟各位說明一下 畫面就放上去了 OK 所以以後你要跟別人共享資料的話 太簡單了 你要傳什麼都OK 好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繼續來看一下下一個 下一個那個Labs 那這個地方前Labs顧名思義嘛 Labs就是左邊 就是前面數過來 比如說我今天要前面四個字的話 那返環結果就是3727嘛 那你總不可能說你自己打3727嘛 這樣不對啊 我們要的是什麼 我們要的是 插入函數裡面找到文字裡面的什麼 Labs L-E-F-T 這個 OK 按確定 那同樣的它要兩個 一個是Test 你原來的字串 原來字串這個 你要幾個 Labs就是幾個 四個 結果下面就顯示出來 預覽有沒有看到 按確定 就OK了 那下面這個地方的話兩個字 一樣 就是在一樣插入函數 那你可以再找一下最近使用過的 因為其實最近使用過的它會跳到第一個來 所以 有的時候如果你不想要再找的話 你可以找最近使用過按確定 然後Test是這一個 兩個字的話 2就可以 OK 周字 所以兩個字按確定就可以了 兩個字 那比較難的是這一個 比如說 它的信 第一個字這個應該大家都會啦 插入函數裡面 最近使用過 Labs對不對 然後 然後它的 名字在這裡 一個字 按確定 OK了 然後往下填滿 信誓都出來了 但是呢 先生 是這個 女士是這個 那怎麼辦呢 其實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就要牽涉到一個什麼 串結 串一個什麼 串一個字串 那個字串會變的 所以會變的話需要什麼 邏輯判斷 邏輯判斷的話 就用什麼 IF IF來判斷 所以呢 我們要怎麼串結 自串 那實際上串結 特別注意 這跟火車一樣 你要加一個 SHIP加7 SHIP的7 就這個 這叫做串結 的